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烟京啤酒 2022中国足鞋杯第二轮 四川九牛对阵广州队的比赛 广州队需要在这九轮 完成保级的任务 他们现在落后身前的 这次进攻到进区里边的打门 囚禁了 这是一个梦幻的开局 广州队 在比赛刚刚开场 不到四分钟的时候 广州队就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一个直塞 轻松地打穿了对方的防线 面对对方中位的防守 谭坎源不急不躁 调整两步之后 完成了这次打门 这球他队上的是邹正 这个球 短得漂亮 王世杰 塞过来 右边又有空档 看看这个球的处理到进区里边 缓开上前的队员 中路已经有队友在空档的位置了 外脚背的打门 2比0漂亮 23号 李嘉恒 广州队在第20分钟 把比分扩大为了2比0 青年军啊 非常华丽的精彩的演出 做些指导 这个球李嘉恒 个人能力非常强 直接缓开了罗素 然后用外脚背的打门 是把球送入了死角 其实这个球从防守原则上来说呢 罗素其实 青岛海牛现在这么好的状态 基本上这个冲超的机会已经是没有了 再传进来门前 李嘉恒这个球 还想找队友 陈泉江的那次解围 李嘉恒 再给过来 又空了 谭坎源再传到中间 这个球差一点 这二男桑塔纳吧 已经是跟不上他了 脚球 第一点 对广州的球员解围出去 看看二次进攻 阿尔迪斯再传进来 这下门前 这下 这球是打进去了 霍申平虽然是扑到了皮球 在后点的位置 四川九牛通过脚球的机会 是扳回一城 打进进球的又是老将马晓磊 足鞋杯同样管用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几个点都漏了过去 马晓磊打门的质量 实在是太高了 阿尔迪斯传进来 第一下 赵旭日这好像是碰到皮球了 他也是在发布会上 祝愿这两支球队保击成功 这边九牛进攻 打到地区里边 晃开上前的队员 再打这下扳平了 这个球广州队的防线上 出现了问题 又是老将马晓磊 马球王再一次在 足鞋杯的赛场上显微 今天第二个进球 没开二度的好戏 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右边落 王家琪 扫到禁区底边 广州队 在这一瞬间 禁区内的防守 只有一条后卫线 后腰的队员是 没有落到防守球队的率位 目前联赛是踢了13场比赛 一胜5平7负 这球没出底线 到了门前 混战之中 这下倒钩再打 偏了爱菲尔丁 跳船 这球不越位吗 郑胜雄 打 赵氏碰到了门线上 木扎帕尔倒钩的解围 再补 赵氏又是回到了位置 防住了这次投球 正是在联赛的后半段 占据了主力的 这个球配合打得不错 能不能形成打门乱战之中 还在带 还在带这个球打 再补 这球进了 3比2 林杰 在关键的时刻 递补出场的林杰 用补射 帮助球队 再度取得了场上比分的领先 终于 由林杰完成了最后的终结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李嘉恒给回来 王世杰 一路都在带 最后自己完成了打门 赵氏扑出来之后 林杰从人群之中杀出 完成了这次补射 我们可以看一下林杰 那么广州队这边也是 用完花人名额了 再看这次机会 林杰 给到点球点的位置 打门球进了 4比2 81分钟的时候 广州队把比分扩大为了 4比2 进球的是爱菲尔丁 今天全场的表现都很活跃 在右路一个回切球 爱菲尔丁无人盯防的位置 点球点的附近 非常轻松打进了这个进球 又是林杰的助攻 林杰今天替补出场 一球一注 比赛的补射业结束了 主裁判雄心吹响了双方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